一份 師兄你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不是啊 透抽 這不是透抽是什麼 不是啦 這移庚嘛 跟妳說 這種反合 千萬不要打架 不要吵架什麼 沒問題啦 我問妳沒問題啦 這幾樣的話 這個妳可以分得出來嗎 什麼 移庚啦 來 這邊有黏貼妳貼看看 來 魷魚 對啊 再來 花枝 確定嗎 博士 你們在考美食有什麼 我跟你說 問我真的不準 博士 你問他什麼都會 一定要考他一下 來 博士 請問你一下 你也說不對 我也是沒什麼的 沒關係 這游魚你幫我弄一下 來 給博士來 對 這個叫做花枝 花枝 這個叫做 章魚 對 章魚 對 請問軟絲還是哪裡 軟絲喔 軟絲的可能是這個 好 來 燒光在哪裡 燒光是這個 漂亮啦 所以說就是透抽 來 鮪魚關 請問你給我看看 正確答案 沒錯 對 沒有想到我 我來摘到脖子 就是都知道這些東西 對啦 沒有想到我隨便亂猜也都猜 很厲害耶 真的… 因為他們長得都很像 對 而且真的所有的東西 他們就是裡面的內臟 什麼都要取掉 他們只是外面的 口感也都很像 對… 真的啊 對啊 所以我不知道 所有這裡面六種 哪邊的營養 哪一支的營養價值是最好的 其實他們都差不多 差不多營養 都差不多營養 因為他們的特別就是 你剛剛講到的 如果你內臟能夠拿掉的話 一定要全拿掉 那它的這個膽固醇啊 普林啊 就都不見了 但它真正外頭的這些 白色的這個肉呢 它基本上是低脂肪 低脂肪 高蛋白質 你看你在吃它這些肉的時候 你吃不到脂肪的 都吃不到脂肪的 不像那個 那個虱目魚肚吃起來油油的 還吃得到油 這個沒有油 那真的很棒 所以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是做這六道菜嗎 沒有啦 只選一道做就好了 我們選一樣 哪一樣 小卷就好了 小卷啊 我們普通的東西都不吃的 小卷啊 小卷好一點嘛 也可以冷凍 小卷也有鹹的 所以你說小卷啊 現在好一點的意思是說 這個每次都有死的 沒有… 它是鍋起來冷凍的這樣 喔 這個就是小卷的啦 小卷 是 那我們去市場買的時候怎麼選 對 教我們大家選一下 越小吃越好 或是中途了 或是比較大吃 沒有 其實喔 你要看喔 我們燒鞋子 你現在要帶蛋的有沒有 有兩隻 你就像這個這樣胖一胖的 是 現在外面兩隻 你就滴滴了 那就是一樣的 這個這樣就是沒有的 喔 公的母的 原來就是這樣看 對… 這隻是 你鍋起來都一樣對不對 這是小吃的 這是大吃的 你現在是怎樣 這兩隻我們來講一下 來自公的 對… 這個就是肉的 這個就是鋼的 對… 我們的養分了 對 我們來做 宜香小卷 宜香小卷 對… 做宜香的 宜香的 其實就是一些辣味的東西 我們現在很簡單 來 油放下去 油放下去 烤鞋子先把它煎 把它煎 把它煎一下 我們這個烤鞋子 是沒有味的 是 就是它本身不是你的 蛋味道的 沒有用鹽巴 所以我們買 去市場買的時候買 蛋的還是說買醃漬過的 不要醃漬過的 為什麼 因為醃漬過它本身的 鹹度會很重 很鹹 對… 你就要這個 這樣稍微刷一下就好了 那魚香的話 裡面要有薑米蒜米 然後我們的壁起 我們的羊地瓜也可以 因為要口感 對 然後再過來木耳 然後一點點的辣椒 然後蔥花 那我們像這樣子煎 它會有一個香氣上來 有… 很香耶 海邊的味 對… 海味上來 來 這個時候一點油 煎爐焦焦 對… 你就稍微煎一下 香就好了 這個 一點點油下去之後 不要放太多 那個蒜頭 好 蒜末跟我們的薑末先下去 先煎香 對… 我們這個先煎香 是 香 它煎的時候這個泡沫 它為什麼會起那個泡沫 對啊 都有泡沫 最初來蒙博士 蒙博士 它有水分 對 聽到它的水分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油的溫度很高 它其實不會蒸發 對 那你現在會起爆 就有東西跑上來 那跑上來那是水 水分出來 對 然後它乾了之後 它的那個水分就會變甜 對… 加上腹海水 腹海水的感覺 好 來 這個時候我們的辣椒 辣椒 對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豆瓣 豆瓣 對… 所以修膏它的營養成分 只算高咧 它是這樣 你如果說肚子裡面有流著的話 因為它現在基本上 肚子沒有剖開 沒有剖 流著 那這時候它的膽固層 會比較高一點 是 所以大家如果在 有心臟血管疾病的人 就是吃少一點 內上盡量不要吃 對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切開 應該把內臟拿掉的話 那就可以說是 幾乎完全沒有膽固層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對 這些東西一樣 我們把裡面的肚子都 東西都拿出來用 只吃那個肉的話 其實就還好 對 所以早期大家都說像這種 小卷的這個膽固層膏 其實是內臟 是內臟 也是一樣 內臟也有 現在我們放一點點水 對 放一點點水 這個醬汁讓它融合在一起 是 這裡面我們是簡單的去把它炒香了之後 像這樣子有一點點 因為現在我們用的豆飯醬 其實就是手工亮造的 就不會那麼的紅 要不然有很紅的那個是加色式 紅的是有色素 你這樣子顏色就剛好就可以了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讓它更上一點 對 不能太多 因為它這個會非常非常鹹 一點點的糖去綜合一下 香味 對 現在這個觀眾朋友看我們這種 主菜節目越來越多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收水油事件之後 對 發現外頭沒有一樣可以吃的 都直接在家裡做了 有時候我都在想說 如果真的有機會 我們還真的可以把說 其實現在大家不是都要吃醬油嗎 想過營養啊 想過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就來教人說怎麼擠醬油 我們拿去差不多三天的量 不然就一個禮拜的量 對 這樣子放在冰箱裡面 剛好用完就好了 就不用去擔心那些收水油事的問題 對 其實早期喔 哪有什麼油 什麼油 沒有 很簡單的就是 醬油破了 這樣 那就是好吃 你剛剛吃到這樣 對啊 你看 對 你說到這個喔 我媽媽最近 擠一鍋那個醬油 喔 用那個褲子 不鏽鋼褲 對啊 以前以前以前 對啊 最以前是用什麼 瓷器的那種 瓷器 對啊 白色的那種 那種什麼紅紅肉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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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去飯 天來的喔 醬油 弄一些 放一些醬油 對 對 對 好 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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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這個小卷的這個味道 真的很多豐富 很棒 對 因為喔 普通喔 你餐廳都會勾芡 這樣做 你家裡做料理的就是喔 不要勾芡 你就不要勾芡啦 來 這一道菜我們就完成我們的 魚香小卷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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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